罗马书第八章第六节 体贴肉体的就是死 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 第七节 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 因为不服神的律法 也是不能服 幸好我们所说的肉体 有基本温饱的需要是我们满足 但亦是这一点导致我们的信仰 一定要生活化 或许我们会很奇怪 神典会给肉体我们呢 为何这个护士来到地上 带来那么多后果呢 因为就是这个肉体导致我们的信仰 不是流于星期日的基督徒 你会看到其实所有在肉体上跌倒的基督徒 根本呢 无论他星期日做得多好 在台上或者做得多好 但是他平时的信仰不是生活化 其实会在肉体里面跌倒的人呢 他们不生活化的话 他日常生活当中会增径 他不会着重他在信仰当中有一刻在世 有一口气息 他都会着重圣灵的果子 懂得去爱人 懂得去建立他的温柔 懂得在恩慈当中去生活 我顺便知道 原来神给这个肉体我们的原因 就是要我们去挑战我们自己的信仰 其实有没有生活化 而圣灵原来最主要的工作 就是帮助我们去生活的 没错他会帮助我们的恩慈运作 没错他会帮助我们去建立教会 但是如果圣灵的果子是用在哪个主要 绝大部分的时间是用在你生活当中 怎样代形之物 怎样和人沟通 怎样和人家黄 怎样和人合作 怎样去祝福人 怎样去饶恕人 你想想你读一下圣灵的果子 你读一下里面每一点 都是我们人与人之间 我们懂得怎样用最好的方法去试恩 最好的方法去维持 这一个神天国一样的社区 是吧 所以回来我们尝试去看 幸好原来我们的肉体 是有基本的需要 但是原来这些基本的需要 当我们留于完全想去体贴它的话 因为实际上 肉体的基本需要 记住 会慢慢可以变成享受 由享受 很多时候我们会变成 争夺这种享受 或者甚至沉迷在这种享受当中 当这样做的话 其实我们已经被肉体的需要 成为我们的主人 而事实上 那你就会明白 为什么这个世界 赚到最多钱 通常是满足肉体的不同的需要 最严重的罪 都一样是满足我们肉体 不同的需要 或者不同的享受 无论是性方面的享受 或者娱乐方面的享受 所以我想举个实际的例子 给一些初信的人 或者甚至信了主内的人 都未听过这个分享 我给一些意见 给你理解的分别 比如举个很简单的例子 沙但如何争夺这个世界呢 它争夺这个世界的其中一个方法 它就是在一些 你会对它来者不去的范围当中 去控制那个领域 很多人都不会明白 为什么呢 Vemason 这么控制荷里活 为什么我们会在这些戏当中 会看到这么多 Vemason 控制它的这些证据呢 因为原因很简单 原因就是说 我们对食物 我们不会来者不拒 因为我们喜欢吃 和不喜欢吃 也会有很大分别的嘛 但是问题 很多人去对戏 好看 他们就来者不拒 明明那套戏是很review的 明明那套戏是很有问题的 他们都是积不择食的 OK 你见不见呢 我所说的 有很多东西 你不一定会来者不拒 但对于原来我们肉体的享受 很多人就是积不择食的 只要那样东西 已经进入某一个level 某一个范围的话 例如有些人 我不是什么戏都看的 只是好看的戏才看 我曾经说过一篇 这样的讲道 但是这个也是同样的理由 为什么Vemason去控制荷里活 原因 原来我们很多所谓的戏 其实在娱乐方面 是不设防的 是完全不设防的 我相信很多弟兄姊妹以前 你还没回我们这间教会的时候 甚至你会听rock music 或者世界的音乐 当你听完rock music 你直接切了防的 是吧 但是问题是戏呢 戏很多人是不设防的 OK 举个简单的例子 在我自己当中 我真的会看一些 好的故事 好的戏 很多时候 有些全职 他们看完之后 去探索过之后 我自己都会 跟刺恩一起去看 但是我看戏的标准 或者跟刺恩一起去看戏 不是单单那套戏 是否好看 那么简单 如果好看就一定去看 那很恐怖 OK 但是问题 这个就是为什么 例如举个实际的例子 我身边的人 所有人都知道 就是说 我信了主以后 从来是不会看两种戏 第一种很出名 大家都知道 我一定不会看悲剧 一定不会悲剧 总之 任何人介绍我 说 好看也好 我都尽量知道结局 结局你说好看而已 但是悲剧 悲剧的话 就算是世上最好看的戏 你不用愿我 OK 因为为什么 因为 你看的时候 你开心心 看完它进了你的脑 但问题 为什么这个世界 这么多自杀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悲剧收场 为什么我们会说悲剧收场 因为很简单 因为你健康的时候 因为你强壮的时候 因为你强壮的时候 你不会记起这些事情 但是当你自怜的时候 当你同病相怜的时候 你会被这些以前种下去的 这些悲观的思想 去影响你的 去毒害你的 你知道吗 所以没错 我们觉得是娱乐而已 对吧 但是在你生命当中 哪一部分 觉得你能够享受这种娱乐呢 就是你肉体上的基本需要 变成肉体上的享乐 记住 我说这个肉体上的享乐 最后会变成这个什么 大淫妇 所以不是一个好的方向 对吧 所以好像我 我主日也分享过 就是说 我不是什么戏都可以看 当然 这部电影又没有色情 没有review 这些我才看 对吧 很多时候是一些电脑动画 一些是这样的笑片 OK 但问题 就是 除了这部电影是好看 除了这部电影是不review之外 因为有很多的原则我会去守 其中一样第一大点就是 一定就是 如果是悲剧收场的话 无论是片集 就算是卡通也好 OK 就算是小说也好 我说的是基督教小说 我也不会看的 OK 因为这个会溶中了 你肉体里面的悲情和自恋 第二 我绝对不会看港产片的 OK 因为港产片的那种会所 就算正正经经他们说是一部电影 很正气的 都是灰索的 OK 因为香港人就是这样的 香港的灵 是永远没有办法 不离开灰索的 香港人在这里做电影的话 就是灰索的 OK 香港人去尝试表扬信仰也好 就是灰索的 走不脱了 所以你见不见 这种的所谓防御 不看review的东西 甚至很多这些做法 很多人是不会在人生当中的设防 为什么 因为很简单 因为那样东西是 满足到肉体之外 能开始使肉体去享受 但是如果我们要不体贴肉体的话 我们就要懂得在我们人生当中 所有我们所说的 基本需要再走多一步 变成娱乐 变成享受当中 我们真的要很小心 就好像我们所说的娱乐 我们曾经说过 rock music 我们说过娱乐 当中我们说过 玩具与邪教 是不是 但是你记住 我们肉体的需要 不单止只是这几样东西 我们要有很多很多的需要 OK 如果我们拥有圣灵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我们就懂得在这些生活里面 去为我们自己的信仰 去把守这个关口 而不容许撒旦 好像扮好人一方面 为什么扮好人 因为它满足你的肉体的需要 甚至它变成享受 OK 但是里面却可以培养你肉体 轻的就让你枉费一生 重的就会导致你什么 导致你落地獄 OK 谁不知我说轻的 都让你枉费一生 我又举了一个例子 也是我没有讲过的 OK 但这个是我自己会做的 这个其实在我主日子女行间当中 我也有分享出来 比如说兄姐妹 现在我们已经活在一个时代当中 有很多人他一生的时间当中 是浪费了在打游戏 OK 我说打游戏 打游戏 你知道有些人 打游戏没了武器 被人偷了就跳楼死 你会发觉这些人 当然枉费一生兼落地獄 但是我想你知道 就算我自己去打游戏 不是说我只是 世上最好打的游戏才打 不是的 你不可以这样的 因为现在这些游戏多一套 我不要说世上最好的游戏 你才打 你都随时用 你一生都不会打得完 你现在直接当现在 你拿起苹果这个电话 所有游戏 你只是用一日去玩的 然后你不打 OK 打一日的 你用一生都打不住 我们现在活在世上 无论是资讯 学术 或者娱乐 甚至这些游戏 是泛滥的时候 你只选 好玩的才打 都不行 所以我会怎么做呢 所有我自己玩的游戏 所有的 由我开始成为牧师那天 我已经会这样决定 就是这个游戏 会不会帮助我做牧师 我真的这样想 因为如果这个游戏 使我能够享受的话 那我是体贴肉体 是不是 当然 就是那句好玩 其实最主要来自 就是使你的肉体得到享受 但是好玩是摸口飞的 你不需要抵挡它 但是好玩之余的话 我只是会玩 那些能够帮助我成为 你们的牧师 成为一个更好的牧师游戏 我才会玩的 OK 所以你会听我 其实这么多年说到当中 我都不会被害 我告诉你 我为什么会打 譬如SAMCITY 因为我发觉里面 会教我一些东西 甚至书本 都不会教 尤其是教会界都不懂的 一些领域 是怎样去管理这家教会 怎样成为一个更好的领袖 怎样去体谅 和人合作的时候 人家的缺点 要永远记住 人家 能够做到 和不做到的 并且按时分量 和按时分配 他的工作 明白吗 那就会使我身边 因为每一个跟我合作的人都很愉快 之外 他能够发展到你的才能 能够我成为百乐 他们成为千里马 这就是我玩策略的理由 所以我不是玩 我不喜欢玩的 因为我不喜欢玩的 因为我不喜欢玩的 其实很多时候 我很难学习于游戏 我玩是好玩的 但是好玩的 不是因为单是好玩而玩 但好玩不是一个理由 我们要去玩 所以好玩不是单一的理由 我玩那个游戏 我玩的游戏 他一定要排第一 能够帮助我 能够成为一个更好的牧师 能够学到一些东西 是书本学不到 又或者甚至没有人教我的 但是很想我 成为一个更好的基督徒 不只能够 能够成为一个更好的领袖 所以我便去选择 但当我选择当中 哇 成千想玩的游戏 全部都达到这个目标 那我玩最好玩的 明白我在说的是什么 我说的是 其实原来我们行事为人 保罗给了很多个案 给我们理解 就是主耶稣基督 就是一个这样的榜样 我相信主耶稣基督 如果在世成为一个牧师 他都会走这个方向 利用所有身边有的神 所提供这个时代有的资源 无论是电话也好 书本也好 电脑也好 我相信他会用 我相信他不会说 电脑是属于邪灵的 我成为一个无知的人 就可以升上天堂 我相信主耶稣 在这个时代当中 如果他成为一个牧师 他都会选择 和我们用最有效的沟通方法 自己成为一个学习者 一个学生的时候 他都会用最有效的方法去学习 使他能够完成神的使命 又成为我们的祝福 没错了 就是这个一举一动 学习主耶稣基督 成为我们的榜样 所以不单只是我们玩一个游戏 看一部电影 或者听一首歌 我们能否享受到 最主要的就是 这个游戏能使我成为更好的牧师 或者这部电影能不能够例子 不单只是例子 这么简单 是例我哪方面的志向 是例我更加去追女孩 或者结婚之后 还想另外去谈恋爱 或者这部电影根本就是 内部斗争 使他能够成为一个 出名的商界的人 你明白我在说什么 我在说 无论我们自己所说的 任何一样好的东西 没有厚非的 你满足它 但是在过程当中 究竟 你有没有详细去分析 你自己所作的 日常生活的选择 是体贴肉体 还是体贴圣灵 罗马书第八章 第六到第七节 体贴肉体的就是死 体贴圣灵的 乃是生命平安 原来体贴肉体的 就是与神为仇 因为不服神的律法 也是不能服 在我心 天庭人气 心永宫烈 陪伴我走 多途或少帝 他共我相欺 本着我 红眼手 踏过风波跳尽 本着我 红眼手 向着情 跟主人领导国幻边 坚守信念 持定良善 一生女徒 尝捧出思评 可圣灿美乐 尝捧出思评 主人满日 永远尽彰映 一生力量 涼涼 圆永庆 地道 优优独播剧场——� 詞 вн连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